泰国民航局预计,中泰国际航班赴航进展可能比预期的要快速,仅一季度就批准了1035班次,如果按每月300架次算日均大约是10架次,随着团队由市场放开,料两国全年赴航数达36896班次,旅游部门预测今年将有至少500万中国游客赴泰旅游,入境由市场复苏不仅带来稳定的外汇收入, 还有助于刺激泰国就业,以辉煌十字路口为例,除了有小唐人皆支撑外,也因为随处可见中国人身影和中国红商家牌方而被冠以辉煌城,虽然新冠大流行重创了该商区的商业氛围,但现在这里再次重现了生机,请募的薪资招牌就是最好的证明,按照泰国民航局数据,今年第一季度中泰直飞航班增加到了每天十班次, 随着政策放宽以及疫情风险降低,相信下半年中国游客回流速度会成倍增加,泰官员预计,今年中泰国际富航班次会增加到36,896班次,旅游部门目标是吸引至少500万中国游客来泰旅游,泰国研究机构对于中国游客回流动力有更大胆的预测,认为在中国加速开放政策下, 今年泰国入境有总人数料超3000万,比此前预期的2830万人次高出近200万,超出部分将主要来自中国客源市场